西门庆和曹操,这两个人的相似之处竟是临死前说了这样的话,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 这里是谈古道今,订阅我,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俗话说,恶人自有恶人魔,而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恶人,一个是曹操,一个就是西门庆,他们两个一个是恢弘场面下的乱臣贼子,一个是史诗景小说里的奸商恶霸,通常我们很少能把西门庆和曹操联系在一起,但是他们两个的确是在两个不同领域家喻户晓的大坏蛋,尽管曹操这几年洗白了。 但那个只是历史上的曹操,三国演义里的曹操,还是那个大奸大恶之人,跟金平美里的西门庆一样,一直都是被讨厌的对象,这两人都是坏到头上掌窗,脚底流浓的人,但他们临死前所说的话,却出奇的一致,大家跟着我一起往下看吧。 我们先来看看曹操,印象中这样一位枭雄,流的遗嘱一定是类似于诸葛亮那种,再不能临阵讨贼的豪言壮语,但你绝对想不到,曹操临终前完全就是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角色,曹操文采很好,再加上几十年征战。 临终前非常清醒地写下了一令,摘录如下,吴碧切与继人皆勤苦,使助同雀台,善待之,月旦,十五日,自朝至武,折向帐中作祭乐,诸舍中无所为,可学作旅祖卖也,无立官所得寿,接着藏中,无于依求,可别为一藏,不能者,兄弟可共分之,大概翻译一下就是,碧切和义继门平时都很勤劳辛苦。 我死了以后,让他们住同学台,不要亏待他们,每月初一十五,要给我奏乐,不要忘了我,余下的熏香分调,不要用来祭祀,免得浪费,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。 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,原文婆婆妈妈说了,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,跟一个普通老农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,就是希望妻妾们不要忘记自己,钱财要省着用, 还交代说日子不行了,就编编草鞋,看来编草鞋在三国时代是个最后能够活命的营生,类似于咱们现在摆地贪啥的,不知道曹操是不是从刘备那里得来的灵感。 总之曹操说了这么多,就是希望自己死了之后,这个家还能维持得很好,不要忘了自己,家不要散,这就是一个男人临终前的愿望。 我们看看西门庆,她死之前说了些什么,金平梅是白话小说,比曹操的遗言好懂多了,跟咱们现在说话基本上一样, 我的冤家,我死后,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,休要失散了。 我觉自家好生不济,有两句遗言和你说,我死后,你若生下一男伴女,你姊妹好好待着,一处居住,休要失散了。 惹人家笑话,指着金莲说,六儿从前的事,你担待她爸,西门庆嘱咐了吴月娘,又把陈静记叫到跟前,说道, 姐夫,我养而靠,吴而靠续,姐夫就是我的气儿一般。 我死后,段子铺里五万银子本钱,有你乔庆家爹那边,多少本利都找于他,交付伙计把贷卖一宗交一宗,休要开了, 奔斯荣县铺,本银六千五百两,吴二就愁荣铺是五千两,西门庆的遗言很有意思, 先是非常清楚地对不同人说了话,核心思想只有一个,就是不要散,为了这个目的, 做了一系列安排和交代,前面讲情,后面就更加务实地交道自己的财产还有多少, 还特别交代,段子铺要关掉,因为他知道,自己死了之后,家里的人肯定是经营不好的,事无巨细说了这么多。 西门庆就是希望自己死后,能按照急的安排,这个家能够维持下去, 但是西门庆已厌弃,所有的事他可就做不了主了,他特意说的几件事,全都坏掉了, 一是西门庆死后,潘金莲被吴月娘赶出家门,不得好死,遗言不管用, 二是生药曝生意安排,含火寄血款前逃外,一个想不到的意外和打击, 三是陈静记,这个女婿不地道,不仅辜负了老丈人的期望, 还伤风败俗,与潘金莲私通被赶出家门,害死妻子西门大姐, 败家出家还俗,又与春梅勾搭上破坏军婚,不得好死。 总之西门庆死后,他的希望是家族兴亡, 但他死后用八个字就可以完美总结,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 很多人说,西门庆没有亲兄弟姐妹和子女, 所以死后会如此下场,但是曹操呢,他可是权亲一时, 关键是儿子好几个,宗族也有许多, 但是他关系的妻妾和家庭问题后来怎么样了呢? 同学台后来不但破败了,而且成了文学史上的经典符号, 指的就是这种曾经繁华,后来破败的一项, 初一时五给他奏乐的希望肯定是落空了, 至于他的那些妻妾,他们的确是没有沦落到编草邪的地步。 他的儿子曹丕把他们照顾得很好, 用金瓶梅里的话说就是,曹丕把他们都收用了, 气得便夫人骂曹丕是猪狗不如, 再也没来过曹丕的寝宫, 曹操关心的自己的死后的家庭, 跟西门庆也差不了多少,也是所托飞人。 那么西门庆和曹操,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男人, 为什么最后的结局是如此的像? 这里面有什么底层的原因吗? 原因其实很简单, 就是因为他们的女人太多了, 他们的女人一旦多起来, 死了之后年轻漂亮的肯定会被惦记或者自己出轨。 这方面连亲儿子都靠不住, 更不要说女婿了, 唐太宗女人就不少, 死之后还特意命他们出家, 结果武则天还是和李治就梦重圆了, 人不管生前如何手眼通天, 死了之后不过也是轻种一堆草莓了, 生前妻妾过多, 死后只能是变成跟西门庆一样的结局, 走得走, 嫁得嫁, 被比人占得占, 一切都由不得那个躺着的人了, 这或许就是人世间最残酷的东西, 不管你生前拥有多少东西, 死后什么都带不走, 临死前安排得在完美, 最后一个屁都能把它吹散, 《资质通鉴》中记载了很多坏人坏事。 意再让读者去了解坏人, 让后世之君有人性本恶的意识, 只有认为人性是坏的才能头脑清醒, 不轻信小人, 只有认为人性是坏的才能提高制人的手段, 只有认为人性是坏的才不敢有丝毫的松懈, 看看资质通鉴的开头都是把制度, 规则放在首位, 人性是坏的才需要用规则去制衡, 上阳说, 法者, 国之权衡也, 阴谋应该扬制, 比如说, 李世民处理恶意无告者, 二话不说就拉出去腰斩, 汉武帝处置小人更残忍, 直接诸足, 以残忍的刑法震慑阴险小人, 这便是阴谋的阳志, 给坏人讲道理, 讲道德那是没有用的, 我也深信坏人是变不好的, 只有让其承受严重的代价, 这些精于算计的阴险小人, 才会不敢做坏事, 翻看中国历史, 很多人都想到皇帝, 就连普通的农民陈圣, 吴光也想当皇帝, 一句王侯将相名有种乎, 以表明野心, 司马迁, 史记卷八, 高祖本级第八, 高祖长州咸阳, 纵官, 关秦皇帝, 溃然派西约, 皆呼, 大丈夫当如此也, 刘八还是个小厅长的时候, 第一次远望秦始皇的豪华车队, 一种想取而代之的野心萌发, 当时的落魄贵族子弟项羽, 第一次远望秦始皇对项羊说, 秦始皇是可以被取代的, 不知道当时除了陈胜, 吴广, 刘邦, 项羽, 还有多少人怀揣着做皇帝的梦想, 而这些人的梦想要实现, 必然要死不计其数的人才肯罢休, 朝野之外都有这么多人打皇帝的主意, 朝堂之内自然也有不少打歪主意的乱臣贼子, 古代的皇帝如果意识不到危险的话, 那他就会放任自己昏庸, 慵懒, 奢靡, 暴力, 其结果就是给自己不断积累敌人, 为这些打歪主意的野心家创造机会, 希腊有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传奇故事, 一再表示时刻存在的危险,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几个道理, 一, 一个人拥有多大的权力, 那么他就要负多大的责任, 二, 当一个人获取多少荣誉和地位, 他都要付出同样多的代价, 三, 我们不用羡慕别人拥有多少, 而要想到别人为此付出了多少, 四, 当我们想要得到多少, 那我们就必须准备好更大的付出来换取收获, 五, 对随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要做到谨慎, 六, 当想好要得到多少时, 那就意味你已经失去了多少了, 七, 在和平安宁之后存在着危险与不安, 八, 当有人寄予你的位置的时候, 让他知难而退, 九, 居安思危, 这一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, 对此, 大家怎么看, 这里是谈古道经, 订阅我, 那些斑驳的岁月, 容我慢慢与你说, 我说到 plugging外都新闻来说, 我们现在感觉到一个问题了, 我们现在感觉到处和美国背景, 我们现在感觉到处理了, 感谢观看